这只狮子对的鳄鱼就是一巴掌,鳄鱼却只能被动防御,到底发生了什么? 才会出现这奇怪的一幕,让我们一起来看看。 这群狮子正准备渡河,在渡河之前,它们选择先喝点水,这就出现了搞笑的一幕,大的小的狮子排排坐在河边喝水。 我们都知道下河这种事,大猫们内心是非常抗拒的,但奈何河岸这边的大多数动物都已经完成了迁徙,狮群如果不渡河的话,估计就只能吃土了。 终于狮群找到了一处浅滩地区,方便它们过河。 对于过河狮群还是相当谨慎的,仔细地观察了河面的情况,确认没有有什么危险,才捏手捏脚地往河对岸走去,投尸走在前面试探着,期间更是走走停停的。 不断地观察着河面的情况,它们担心的没有错,这里是水中霸主尼罗厄的地盘,它们是河里最危险的生物。 不妙的是一只小狮子,因为害怕水,没有跟上大部队,狮子们神情肃穆到了极点,都没有发现这件事。 因为即使它们湿多湿众,怕也顶不住鳄鱼的血盆大口,它们必须专心过河。 好在没过多久,狮子们有惊无险地到达了对岸,上岸的狮子终于发现少了一只狮子,回头一看,这才发现那只几个月大的小崽子,压根就不敢过河,此时正在对岸。 蹬着一双无辜的大眼镜,看着它们,一副马上要哭的表情,狮群也是有点蒙圈。 不过身之大自然残酷的母狮,并没有过去接小狮子,而是在河边用眼神鼓励小狮子,仿佛在说,相信自己,你肯定行。 似乎真的是母狮的鼓励起来作用,小狮子终于尝试着自己过河,就在这时,附近几只鳄鱼也发现了落单的小狮子,顿时眼冒绿光,狮群它们不愿招惹,但这落单的小狮子,它们可没想放过。 小狮子这一刻非常的危险,潜下水的鳄鱼,不知道会从哪里冒出来,茫然的小狮子只能尽力地向着母亲的方向。 可没想到,就在鳄鱼向小狮子发动攻击的那一刻,察觉到危险的母狮,直接就冲进了水中,为自己的孩子保驾护航,喝退了进宫的鳄鱼。 鳄鱼眼看偷袭不成只能退去,呆呆着望着母狮,一路将小狮子护送到岸上,心情那是相当的郁闷,不过更令它窝火的是,这群狮子上岸之后, 一直没走,就在岸边静静地盯着它,仿佛在说,你把我家小狮子吓到了,我必须出口恶气,有本事你上来,看我不给你几个大嘴巴子。 这种赤裸裸的挑衅鳄鱼,表示忍不了,直接就朝河岸冲了上去,母狮一看,哎呦,这货还真敢上来。 上去二话不说,对着鳄鱼的脑袋,就是一个大嘴巴子,说到做到,伤害不大,但侮辱性极强,鳄鱼受不了这委屈,张着大嘴,仿佛在说,打人不打脸,打鳄也不行, 有本事,我们正面单挑,让你小弟走开,母狮于是又给了鳄鱼一个大嘴巴子,你想的美,能群偶我,为什么要单挑,一边说着,但没有放下自己的掌,继续在鳄鱼身上不停地比划。 最后,母狮可能巴掌拍得累了,就趴在地上休息,与自己的幼崽相处得非常和谐。 好了,这期视频就到这里,看到这么萌的小狮子,能否赏给小编一个赞呢?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。